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身新赛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AB 万年老A再次了 兄弟 你怎么不到B啊 你还是个人 首先有请格米尼教练宣布本赛段各位选手的评级 S级 周琪 周琪的话是在这一个休赛期我觉得是进步非常大的 不管是在团队中的一个作用好还是在游戏之外 他的一个对团队的帮助我觉得也是比较多的 因为也能活跃到团队算一个调和剂 你有预想到你的评级是S吗 没有 在我心目中的那两个人一个是马可哥一个是小周周克宇 可能格米尼一直在安慰我吧 就是他希望我继续努力继续努力继续为团队做贡献 然后拿下比赛 这才是S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还有一个S 傅新博 傅新博 傅新博我觉得在这一次 不管是对抗楼海打野 我觉得都有特别好的一个发挥 非常好的 所以是S 没想过 完全没想过 我觉得我今天怎么着得回到A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上次那样我是B 傅新博已经一路带到了水晶下方 通天边路傅新博 一路打穿上路 就是没输过这种对面三路高地掉了 然后输掉了 打王者这么多年 我都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情 B级选手有傅新博 我觉得不能因为这样就把自己打败 然后就阴谋 我觉得人都会成长 永远都会成长 变得更强 今天的失败 是不是 今天穷着 穷着的心 是的 穷着的心酸 我可以高分 何止是坐过山车 很刺激吧 我应该是曲折线 我觉得我实力还可以 我不能说我自己最强 但我实力绝对在这里面不差 所以这这条线是蛮曲折的 但还好又回来了 周柯宇 A组 在我心里面 我觉得周柯宇的话 他应该也是在A组的 但是呢 是因为打的乐级挑战的职业俱乐部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还有更多的进步的空间 所以把你屏在了A级 谢谢教练 但我觉得这是好事 因为如果拿到了A组 你就代表OK 你挺好的 不用怎么改 保持现状 就你就这样吧 如果你没有在S组的话 那就代表你还有进步空间 或者说你还有可以提升的东西 这个其实是我的目的 就我来这个节目 就是为了这个 就是要变强 那其实我需要这一点就够了 我不需要一个S的title 不需要一个S的勋章 挂在我的胸前 告诉我我是一个很厉害的选手 或者是怎么样 A组 林默 马可 斯盖 李晓峰 马可的话是 这一次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盖哥也是玩得非常好 他的赵淮珍 林默这一次的表现是比较的出色的 漂亮 林默这波太棒了 帅 帅帅 帅帅 帅帅帅 帅帅的 果然还得看林默 他也拿了一把MVP 但是我觉得 英雄池上还得要再宽一宽 再涨一涨 我终于不是B了 B级 杨颖 杨颖这一边的话也是受到了一定的针对 英雄池上我觉得还有待扩展一下进步的空间 上升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我觉得按照我今天的表现 我凭在B级也是理所应当吧 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今天的这个小桥的输出还是打得不够的 比对面的中单输出少了很多 也没关系了 都试试嘛 B级 张大大 单一纯 姐姐 郑希怡 我站在巅峰队的每个人都其实是降了一级的我觉得 对面职业战队的节奏是特别快 他不管是进野区还是转线好 对于中单的一个把控是比较难的 所以没有更好的去跟上这个节奏 我觉得也是后期要加强的地方 我觉得没问题 我自己很接受 因为我今天 我觉得自己的发挥确实没有很好 现在是B级 那我这次就有时间 再去练其他的英雄 再去提升自己 那我下次又可以回到S级了 又有这一个动力 我会努力的 张涵韵 张涵韵这一次的表现 整体来说 有一点点的失常 我期待你的下一次被发挥 因为你还有很多英雄没有表现出来 我先说一下 因为这一个阶段的话 我们队伍打得不是特别好 我说一下我们的评级 S组 黄明浩 黄明浩 我永远信任地努力 且积极上进的小队长 我觉得很开心 获得教练的肯定 不能让教练失望吧 对 我觉得在每个方面都还可以做得更好 谢谢 S组 慈悦翰 慈悦翰的话 我觉得表现的话 确实是可圈可点的 在关键的时刻 凌威寿命上场 然后帮助队伍拿下来一局的胜利 谢谢哥哥 A组 胡夏 从第一季开始 其实我就有带胡夏 我觉得这个阶段的胡夏 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胡夏 没事 别紧张 拥抱一个 和你妈 加油 加油 我上一期就是BP输掉的 可以的 BP把自己搬输了 我有阴影 没事 没事 所以我一到表现我真的是 拿狂铁 我要进他射手 你担当起了整个队伍 在BP和指挥 这一块的重任 所以我觉得胡夏 是A组 黄子涛A组 是我在考虑了很久之后 选出来的 剩余的队员里面的教练 确实帮助了我很多 第一天训练结束之后 当时大家的一个状态都是很糟糕的 其实我是有想 怎么样去帮助大家调整一下状态 但是在第二天我进到训练室的时候 其实涛已经帮我 已经提前做了很多工作 而且把大家的状态 都调整到一个很积极的状态了 所以我只需要顺着他 接下去把大家的阵容固定好 就OK了 我觉得确实在这方面 可圈可点 谢谢师傅 左力 这个赛段 你发挥的真的很一般 但是我还是相信我最开始的判断 这个赛段 你是A级 谢谢教练 我会加油的 我觉得教练说得完全没错 他给我A级 是对我的一个鼓励吧 其实我个人给我自己评级 这次一定是B级 没有任何的怨言 好好加油吧 傅星博给我等着 下次就把他那个星星摘下来 我下次继续坚持 还是S 赵星 A组 江潮 星仔 张博洋 徐一阳 B组 还是可以继续努力 未来 还是可以 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留恋 B组 作为一个在我心目中的一阵辅助 留恋这次的表现 我觉得是有点失望的 你在面对强敌的时候 在我看来 并没有做到一个团队的大脑 应该有的镇定 我希望你能够继续努力 把你本身应有的实力发挥出来 放声 肖顺瑶 B组 我对你了解可能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看到了你就是 还是比较认真努力地在练习 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很努力的选手吧 谢谢教练 两位教练根据选手们 在之前所有比赛 评出了本阶段的第一阵容 最佳 对抗路 林默 你觉得是谁 那这样吧 我就不要脸一下 我希望我能拿一次这个称号 就一次就好了 坐下 我跟你说一下 最佳对抗路 傅欣博 抱死哥 全力以赴做正确的事 我这狂铁真猛 直接闪现开我 他死了 他死了 切的切得我很爽 革命阵营的一阵选手 库星博是这次比赛 让我觉得很头疼的一个对手 也是让我觉得进步最大的一个对手 很惊讶 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带领他的队伍 打出这种效果 确实让我觉得他这个一阵实至名归 最佳打野 周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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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到了我很多很好的想法 以及他其实在比赛里面都是一个指挥的选手 这样的话整个队伍的节奏更加流畅了 最佳辅助 张大大 回答错误 最佳辅助 刘恋 能开到村上下吗 开一个 张飞直接喷大招 喷到了敌人阶阶 正如二级阶往回 带世界帮村上这边打出复活甲 打出了 打出了 漂亮 打出了 带世界帮村上这边打出复活甲 把握了来 压了个中间 这么中间 有一个铭刀在身上 他只能挨着被牛某个牵死了 追 追 哇 榴莲那一场比赛打的是挺不错的呀 就开团比较要果断的 然后敢于去开团的人 我觉得他的进步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给到榴莲 最佳发育录 王子涛 最佳发育录谁 Justin Justin 十字名归了 小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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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 牛 谢谢 都很强 都很强 这是我第一次打一针 我很开心 因为我上一次一针都没有拿过 因为我打野嘛 一直都是被熬自一啊 周柯宇啊 压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能拿到一次一针 然后也会激励我更加努力去练习 不能被后来居上 要去更加好好的训练 不能掉以轻心 黄编号发育录表现一直不错的呀 这个大家不能置疑 他能指挥 一胸肢够深 线上能力又够强 所以给他一针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外啊 最佳中路 黄老板 黄老板 我合起有点紧了 他现在心率可能一百八 张韩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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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涛已经交手了 他都要起立了 没事 韩韵一下可以拿 张韩韵 你说是谁 这也太残酷了吧 我觉得是我 我的妈呀 你们说 该装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要装一下 不然以后没有机会了 行 那我们有请 今天的最佳中路 黄子涛 什么是真正的中单杰作 演出开场 小心 往后出来点 直接拿下一线 这才46秒的时间 漂亮 王子涛 王子涛 至尊王权 逃死两个人 当我拿出中单子那一刻 他们已经没有戏了 黄子涛在第一轮的那个发挥 确实那个嬴震的表现 非常的出色 三十多分一次没死 我觉得他的整体发挥 是比较稳定的 然后他英雄池也是够深 所以是给到他的一阵 没想到你还有点 那么一点点小 十字名归 不是这个小字非要放在前面吧 咱俩是有什么缘性 我怎么会在你的队伍里 让我留拍 还给我加小 转回了 出点钱把我买回去 来我 过来 我们少人 下面将宣布本轮淘汰结果 淘汰的选手是 萧顺瑶 特别开心这个一段旅程嘛 从第一次比赛 再到后面的比赛 每一次 其实对我来说 精神压力都很大 但我也觉得 也很享受这个过程 然后也有好朋友 会帮我 去教我一些新的英雄 然后去尝试一些新的英雄 虽然在比赛过程中 可能没有发挥出什么 特别大的效果 我觉得特别羡慕大家 能够继续往下走 也特别羡慕大家 能够在场上 迎接胜利的那一瞬间 摔下耳机那一瞬间 甚至是大家 走到台下 然后一起施力 然后大家 难过的那一瞬间 有些遗憾 希望以后的生活 或者工作中 能够体会这样的酸甜苦辣 谢谢大家 我没想到他今天会被淘汰 其实摇耳还是为了这个节目 还是做了很多努力的 他拍戏已经很忙了 基本上他连夜赶回去 有的时候早上五点五点多 就又出工了 然后拍一天的戏 我觉得他能在这段时间内 把肖特这个英雄练好 然后又继续巩固自己的老英雄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还是我还是挺遗憾的 我还是挺不舒服的 说实话 姚哥呢确实就是 我从伊萨的时候就认识他 然后他也是我认识 就是在那边见到的第一个人 你好 你好 肖顺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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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看他走的时候 就是忽然就想起来 很多我们当时 在伊萨的时候 他那会是大哥 他玩吕布的时候 落地跳大招 喊这个天魔将士 兄弟们 天下无敌 看那个选手自己去 注销掉自己的电竞资格 然后他那盏灯熄灭 就是 就是感觉挺可惜的吧 拜拜 加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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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失 因为 一些 一些 时间上的安排吧 司盖李晓峰 可能没有办法 在接下来的一个 路子里面陪我们一起走下去 对 有一些突发情况 然后我下期就没办法过来了 你打线上吗 哥 线上可能也打不了 但是我想确实在一起这么久 我还是很不舍得的 而且我相信下期比赛之前 虽然我不在 但是我还是能够给大家 可能提供一些帮助吧 像七一姐之前 我们拉在一块 我拉一些我们队的教练 跟选手一块来帮助的时候 七一姐如果还是有些作用 回去之后我会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想拉大家打一些 可能说适合的训练赛 然后再帮你去做一些总结和复盘 然后帮助我们这一组的兄弟们 一块提升 对 其实我相信可以来帮助大家 好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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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怀念 很想念大家 谢谢 谢谢 挺不舍的 我觉得这段时光真的过得很快乐 而且像今天赢比赛的话 我也特别的兴奋 让我找到了以前打比赛的感觉 我算是中国第一代的电竞职业选手 03年国家体育总局 把电竞列为体育项目的时候 我就梦想成为一名职业选手 04年的时候顺利的成为 然后没想到到现在20年后 2023年了 有机会参加战士巅峰的 这样一次的节目的录制 在这里呢 我重新感受到比赛的酸甜苦辣 还有包括以前我个人游戏感受不到的 团队游戏的这些魅力 输了和队友们一起扛 然后赢了和队友们一起笑 所以我想这可能就是电竞的一个魅力吧 我称之为电竞技 就是门槛最低的一项体育运动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以 简简单单的在每个人都用我的手机上 去体会到我们比赛和竞技的快乐 所以说我作为一个老的电竞选手 我厚着脸皮担当下 所有的电竞行业的这些从业者 尤其是像我之前那一代 很早就退役的那些选手们 还有包括现在正在打职业的选手们 感谢各位嘉宾老师 感谢战士巅峰的节目组的 各位辛苦的工作人员 做了一个这么优秀的节目出来 电子晶晶的有一句话 我们不可能一辈子打游戏 但我们可以一辈子是朋友 所以说也送给各位嘉宾老师们 最后祝节目越来越好 然后也祝所有的中国电竞的爱好者 和职业选手我们的路也能够越来越好 今年是亚云会的年 希望亚云会中国队能够获得好的成绩 以王者证明祝亚洲荣耀 我们将全力国务区领下第一车和财 中国电竞永征第一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我的队友们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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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et 就是跟他们誓死拼一拨 如果说之前是常规赛的话 那重组后的四支战队 迎来的将是战职巅峰季后赛 直到本赛季总冠军的诞生 重组大规则只有一个 队长与被选择队员之间的双向奔赴 如何组建一支冲击总决赛的队伍 如何帮助几方阵营 争取到更强的战力加入 这个重担完全交到了四位队长的手上 究竟谁会成为教练心中 舰队核心的One Peak呢 你看你 看你的小爬 你怎么又又爬 那还不是因为我请假了 不会吧 有人不是 别客客 不会吧 怎么了 会有人不是最佳打野吧 不会吧 会有人不是最佳打野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有人不是最佳打野吧 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 涛哥 快看 涛哥 快看 涛哥 涛哥 涛哥是最佳终端赢阵阵 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位神秘的嘉宾 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位神秘的嘉宾 谁 涛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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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橘子 来自武汉Insta Pro 好 教练 你们教练 这次我来宣布本赛段的规则 本赛段将迎来格米尼阵营和九折阵营成立后的首次战队轮员重组 废了 废了半天剑 好不容易他打出默契 两大阵营教练将分别各自指定两位阵营内的队长人选 围绕队长完成站队人员重组 其他成员按照参赛以来SAB的排名 拥有不等的选择权 拆成四支不同的队伍了 对 我们应该没有什么选择权吧 没关系了 我也是 对 早就应该重新组下队了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加持力度真的太强了 又分队了 多少还是会担心的吗 当然还是希望我们之前的 队伍再聚到一起 说实话 已经麻了 担心的就是 离我们以前的队员越来越远 请大家看排名情况 第一名是Justin Justin Justin有三个S 好像左立老师 并念第一 你在哪里面 十五 是不可思议 打得那么厉害 给我排个十五名 哼 觉得自己还挺可怜的 明明上次拿来VP 这次排个十五名 哎算了就这样吧 你多少名啊 我十七名 啊那不行不行啊你 不行啊你 这个 你的十二名 哈哈哈哈 哎由于我是就是说最后一期 你也没得选 没得选 就开心跳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想想我想跟谁一对 什么 哎 啊 你一个第十七名怎么在这 怎么在这里这么多选择 你 你怎么想的这么多 哈哈哈哈 你怎么想 这个第十七名怎么想这么多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第十七名好好想想 哈哈哈哈哈哈 接下来 我来公布一下 教练选择的 队长人选 九折阵营的两位队长 分别是 黄明浩和左立 分别是 分别是 黄紫涛和黄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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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涛哥是队长 哎呀队长啊 哎呀队长啊 双黄蛋走色 哈哈 真眼神 啊 我拒绝 我拒绝 有有什么问题 我没问题我不当队长 我拒绝 啊 没开玩笑我真拒绝 出局 我不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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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 出局 哈哈哈 嚴重了 嚴重了 哦 他是他不想当队长 拒绝 不当他拒绝 拒绝当队长 不当 你不当队长 那你想把队长交给谁当 我真不当 我排12名我当队长 我排12名我当队长 可是这是 九泽任命你为队长啊 他们有重大任务交给你啊 我说过他的重大任务了 哈哈哈哈 我什么任务都不要 我想清风点开心点 在这个节目录到最后 我就这么简单 就当队长 就很累 就想当个打手 轻轻松松入伍 打打比赛 也很开心开心 黄子涛 因为他之前一直都是队伍的队长 跟队员也比较熟悉 然后也非常能活跃队伍的气氛 能带领队伍吧 来做这个队长非常合适 所以黄子涛不想当队长 我的心也是觉得 黄子涛还缺乏一些担当 因为做队长这个事情 尤其是在队伍没有组成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些压力 选队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 在这种至关重要的时候 他选择了逃避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非常奋满 这个问题待会儿我们再来解决 让我们宣布一下 其他的两位队长 格米尼阵营 选择的两位队长分别是 林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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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是 傅辛伯和马可 傅辛伯和马可 好羡慕 好羡慕 我真没想过我会被教练定为队长 我以为最开始可能是 傅辛伯和周琪两个人 是队长来去选择队员 但是我没有想到教练让我来去做这个队长 这个队长 这个队长 好羡慕 太队长分开了这个很难 如果说 傅马组合被拆散了 马可你 你不拒绝吗 我不拒绝 你不拒绝 我不拒绝 我不拒绝 你不想跟傅辛伯一队 但是 但是这是规则 对啊 葛敏尼阵营这边两位队长 可以确认吗 我可以确认 你可以确认 我可以 布辛伯呢 当不了 你也当不了 当不了 当不了 布辛伯为什么你当不了 没有为什么 就是当不了 他想被我选择 因为之前 葛敏尼私下有问过我 说我第一个首选 可能会是谁 我说有可能我会选马可 如果问的什么的 但我觉得现在 他这样排的话就很奇怪 所以我当不了队长 因为私底下 葛敏尼问我 他说我首选会是谁 我说马可 但是私底下 周克宇也找过马可 说想让他去给他打射手 所以 就演练成了 好像就是 葛敏尼跟我私交不好 然后就变成了 现在这个样子 因为可恶跟他们传达 就是如果说 没有绝对的拒绝权 就 会去 对 但是葛敏尼私 你也问过我 就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所以我才拒绝 当时选择了 附近博和马可 做队长嘛 然后第一点是因为 附近博之前是跟周琪有过搭配的 他可以选择到周琪 然后马可这边的话 他跟周克宇一直是一个队的 他们是一直打配合的 所以是选择到 他们两个人可能会 合到一个打野跟一个射手 一个射手跟一个打野 这样的话 就是你的概率要大一些 没关系的 当队长 也是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 不需要不需要不当 大不了 我也也当不了 今天他这么大的这个 不想去做这样的一个队长 他的意思是 如果他做队长 我也是队长 那我们俩就 他就没法选我了嘛 就是我们只能 就重新再去 去组队 但是又组成什么样也不知道 所以他放弃了这个队长 这个队长的人选 都是由教练挑选出来的 大家如果有想拒绝的 可以直接跟 就是教练去联系到 那就给教练打电话 打 打 打电话 可敏尼起了没 可敏尼 直接强制开机 喂 怎么说 现在 我知道 他刚才打电话给我了 你说 那这队当队长吧 我当队长 队长吧 我当队长 对 啊 铃铛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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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九咯老师说 让队长换成左立老师 啊 哦 哦 当时也没有人接过这个任务 嘛 然后当时按照排名来说 我也比较靠近 所以我觉得我要是再推脱 一直真的 很客客气气的 就感觉也浪费大家时间 我就说那就我当队长吧 沐欣博呢 周克宇 换周克宇 换成周克宇是吧 换成我 我的周克宇当队长就很合适 他的这个思路 打法 他的局内指挥 就非常适合当队长 那么四位队长分别是 革命力阵营的是 周克宇和马可 九折阵营的是 佐力和黄明昊 加油队长们 林某我选你 你会来我队吗 你会来我队吗 我跟周克宇是捆死的 我谁要给你捆死 大哥了 你怎么就跟 你凭什么给我捆死 你去哪我去哪 我不是说好了吗 看看你的排名 怎么选你 17名 我跟你说 我是本赛季的黑马 不选我 你亏大发 反正我就是选周克宇 他如果不需要我的话 我果断把他微信删掉 然后从此不会再跟他联系 你要长大了 林某 你俩太有意思了 四位队长准备好了 可以前往训练间准备 本轮队长有两次约谈机会 只能选两个约 两个名字都得写 选择时 各队长拥有一个名额 本轮为组队成功的队员 则轮到下一轮 电子竞技实力说话 战队重组将根据选手们 在之前所有比赛后 获得的SAB评级 拥有不等的选择权 对于新战队来说 默契至关重要 全权交给队长的重组 主打一个双向奔赴 哪位队长拥有绝对吸引力 谁又将成为所有队长眼中的 想伯伯呢 写好了吗 写好了 来吧 根据队长的约谈名单 黄秘昊 约谈的是 周琦 齐约翰 左力想约谈的是 周琦 齐约翰 是这样商量好了吗 这么抢手啊 好有默契 周柯宇 想约谈的是 周琦 周琦 齐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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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忙啊周琦和齐约翰 博星博 博哥 各位被约谈的选手前往公共区 怎么选啊 到底先去哪个房间会比较好 不是这都是谁啊 这是可可 三个房间啊 我四个 四个 你补吗 我是没有想到 佳琦会约谈我 可哥会约谈我 左力哥会约谈我 当时很慌 都是要去的吧 是 都是要去 都是要去的 先后顺序嘛 那我先去周克宇 我当时也不知道去哪个屋好 然后呢 看那个博哥去了可哥屋 约翰哥去了周克宇屋 然后我说那行吧 我就去我最惊讶的加斯内屋 从 九折阵营出发考虑的话 我想让 我们阵营的另外一支队伍变得更强 你要这么想 我跟周琦聊好了 齐约翰就是你们 哪边路 真的吗 我骗你干嘛 约翰来我那我就打射手了 那就更好看 其实这个是以阵营为主的 我优先考虑周琦 如果周琦能来 那我就是选周琦 就是这样我们整个阵营 都会变得更强 请进 周琦老师 你脸好 来坐 你太诧异了 周琦老师 坐 你太诧异了 我没想到 你来这个节目肯定是有目标 想赢的 肯定想赢的 你肯定是想赢的对不对 真的你来我们对我们 绝强 就是可能在人情方面 我们这不是你的最佳的 也不是 折教也还是有人情的那种 是吗 我最开始在他的节目 那就太好了 他就通过各个音识讲 我觉得我们对 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折教优先级比较高 我现在给折教不是发消息了吗 折教给我回的第一句话 要周琦 我相信他 我真的相信他 那能圆梦其实也挺好 而且这样的话 其实轮转也可以 因为我也可以打别人 咱俩可以换得到 我需要你一个肯定的答案 百分之百没问题 好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一起拿冠军呢 我也想拿冠军 谁不想拿冠军 都不知道心里有多难受 我觉得他真的跟我表现得很强烈 想要来我们队伍 那行吧 反正已经到这了 我先应付一下 我先把这个流程走完 哥 你咋想的 兄弟 你不知道加斯汀拿了我吧 我不知道 加斯汀让我去打射手 然后加斯汀去打边路 不是 周琦 你真的你得考虑好 我对你的这个了解 包括咱们一块玩 我觉得你是一个 什么问题都可以打 对 你想打也打也 你想打对上对抗 因为你的意识在这里 对 因为你的大局的意识 你的整体的那个 我觉得是特别我想要的这个 现在你来我们 对我们绝强 绝强 如果你来到这里 我们夺冠的概率 真的是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 来这儿吧 真的 我盘了一下 如果我去加斯汀那是 综合实力比体系比较顽强 那我来这边呢 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我啥位置 我都可以打 你会非常舒服 对 来这儿我们一起 一起塞起来 这样好像也不错 真的不是一般的行 就是还觉得是可以选择的 期待你的到来 好吧 舒服服服的打游戏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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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子涛是一定会来我们队伍的 我觉得打法是中单的话 涛哥真的完全没问题 他的战斗力很强 而且射手路你不用担心 中路也不用担心 你只要在边路站得稳稳的 那说实在的 我又没有压力了 我又可以去打打野 打对抗路 完蛋 我跟您啊 这边比可哥那边更 都更 又更舒服了 期待你的到来 我说吧 不处活活地打游戏 好 好 你的队我会很舒服 你不用操心什么事 对 可哥的队 加森的队 就会有压力 之前是二选一 变三选一 不是我现在有点懵 来了 走前 你知道几个人选我吗 你猜猜 肯定都谈你 知道这是什么吗 什么 这是一张煎饼 今天你来我们对我们绝强 绝强 我们一起拿冠军的 你想打野打野 你想打对抗对抗 有你的意识在这里 一起塞起来 你的队我会很舒服 你不用操心什么事 对 我 给你画饼 好难 好难 很难 你们也难 我们也难 第一轮 诚意够吗 诚意够不够 我跟你讲 通过刚才跟他们 去沟通 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适当的饼还是要画的 因为真的会让人心动 至少我的感官是这样 如果有一个人掏青掏肺的跟你说 他就需要你 而且你来这就会很舒服 想打什么位置打什么位置 谁不会心动 我觉得他可能说的有道理吧 要有一些花言巧语 提升你能选到这个人的可能性 但是确实我可能不太擅长 我还是必须要说我相信的话 因为我觉得那样 我说的话是最有说服力的 起码对我自己来说 好 这第一轮看完了 我们看第三轮 是 对不对 跟我想的一样 在第三轮四个人选 我选择了要跟你谈 就代表我就是要想让你来我这里 然后我也想好了 你来我这里 我要怎么办 没事 你先去 你先去 你赶紧 我先去吧 你可以的 加油吧 别让我轮廓就起 我答应你 相信我 我是真不知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要去哪 我要坐下来思考一下 三选一 别四选一 然后整个人就非常不好 请各位队长和队员 互相写下各自心仪的名字 队长周柯宇想选周琪入队 好 写完了 我倒是觉得周琪候选我 他很大概率会选我 是这样 你选谁 我不是 你不想选我 我真的不想选我 你想 我想轮到后面再说 那该去哪去哪 漂流得了 随处漂流得了 真的 就这样吧 听天由命了 听天由命了 就这样吧 来 拿走 不是盲目自信 我觉得周琪可能选我 如果这轮我没选他的话 真的伤了他的心 这是无所谓的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现在第一轮组队约谈完毕 周琪 期待你的到来 舒服服服服的打游戏 这边比可哥那边更 都更又更舒服了 周琪宇 百分之百没问题 好 我答应你 相信我 周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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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克宇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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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队成功 恭喜 我答应你 那你是怎么抵抗住的诱惑 你说跟实力什么的 都没什么大关系 因为我跟他没磨合过 能打得到一块去 我觉得比个人实力强 要有重要的度 跟迷你教练这边 这边的组 可能就是因为大家 相处时间比较长 然后呢 大家比较熟悉彼此 然后再加上跟周克宇 答话比较像 所以这是我选周克宇 我感觉的点 只有我不给你画饼 兄弟 说实实在在的 马可队长 于 傅欣博组队成功 你怕你就觉得周期不会写我是吗 那就那就 你直接就来吧 我第一轮还是先写你 然后第二轮周期 如果不来的话 我们就再想后面的事吧 恭喜 慈悦翰 慈悦翰那边 我已经感觉到 他要去加斯汀那边 黄明昊队长 组队成功 恭喜 与 黄明昊队长 组队成功 哎 好难 恭喜 恭喜 其实因为我们跟悦翰哥 早就已经想 聊好了 就是我们俩 初中都是为了要保 整个 九折阵营 我是希望我们整个阵营都更强 所以如果周期能来的话 那我们两个支队伍都很强 就我可以去那边 但是如果周期不来我们这 那我们两支队伍 其实只能保一支队伍 我觉得周期他 不会那啥的 不会来这的 如果周期不愿意来我们队伍 那我只能保护我们自己的战队 他不来我可以选你 谢谢 谢谢 太难了 嗯 左力有点难受了啊现在 好难 真的很难 是挺遗憾的 周期和齐约翰 但凡一个人过来 我觉得我们的队伍都会 战斗力在上升很多吧 我要疯了 他们约谈大概会有多久啊 对 等着永久的等待 好了 无尽的等待 我们在这边听善与纯来上一首歌曲呗 我来 可以了 我突然之间不累了 因为是我 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 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 天籁 上天是公平的 你要我说多难 我已经 你 你正在放大 然后我一个闪现打断你的大 我真的没有天分 安静的没那么快 喂 这边能立刻淘汰我吗 我这边不想听她唱歌咯 可以吗 你 接下来可以进行第二轮组队 上一轮为组队成功的 郑希怡 一 无下 张寒韵 将顺延到这一轮 和本轮的张柏阳 黄梓涛 此次 四位队长的约谈对象仅有一位 一队一约谈 风险就很大 你如果没谈到就会轮空 所以肯定会 队长会谈把握比较大的人 所以可哥应该会去谈韩韵姐 我想的也是 张寒韵是最稳的 小龙 张寒韵 教训你就是胡夏 一定是拿胡夏的 那我肯定约胡夏 涛哥 我和他约定好了 这轮我肯定要找他 我如果下一轮谈希怡姐 他一定会来 这个我可以给你保证 第二轮组队约谈完毕 左力队长与张寒韵 左力成功 谁左力 左力 这还用想吗 行 就这么定了 你定了 咱也别说了 不说了 好 加油 肯定你 谁左力 大哥 结束了 那是不是左力如果这么选的话 这个节目小弟真的录不下去了兄弟 如果你非常想要劝退我 我刚才说 哎 竟然不是我的名 太然 左力队长与黄梓涛组队成功 马可队长与张寒韵组队成功 对对就等我 就等我 没毛链 没毛链 黄明浩队长与 胡夏 组队成功 周克宇队长与正希怡 组队成功 好 嚇我一跳兄弟 他直接在 他黄你了一下 他直接在外面宣布他说 左力队长选 正希怡 我一瞬间 我说左力就坐在里面 他摆我一道手刷 真的有点过分了 就这种事情怎么老发生在我身上 他们却喜欢逗着 全是玩弄人心了那就 真的 还要忘记时间吗 不好意思啊姐姐 第一轮没有约谈你 第一轮肯定得把包紧扛下来 对 两位 姐 请坐 我这儿还有咖啡 这一对福利好像感觉不错 怎么这么淡定 哈哈哈哈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周克宇那边 哈哈哈哈 还有权你吗 那你约我干什么 没有 怎么会 反正我就跟加斯廷说了 我就不管以后分队还是不分队 还是换人还是不换人 我说 就反正我就跟你在一块 你在哪个队 我在哪个队 啊 你要不跟我在一个队 那我就 我就哭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是比较有默契的 对 对 接下来进行第三轮组队 本轮呢没有约谈机会 请大家在投票纸上 写一个想要加入的队长名 队长也会写一个想要的选手名 匹配成功则入队成功 本轮为组队成功的队员 就继续算到下一轮 但这一轮我们辅助应该轮不到 因为他们要先选那些会打那个上单和那些 其实我也觉得我 我觉得我不会被选走的 就随便选一个吧 就这样吧 可以不写吗老师 可以啊 那就直接算到下一轮 可以好 就这样愉快的决定吧 我们现在缺的是巴野这个位置 斯盖哥 一退赛 好难受啊 因为剩下的就 只有江潮一个打野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选完包子 那个韩云姐之后 我一定要选一个打野了 江潮的打野就是最强的了 好了 第三轮想嫌你来我们队 我跟包子 我不知道啊 我问一下左力 我们很想要你 因为你来我们这个队 给我们打野或者打队 对抗我们真的是有夺冠的机会 你知道吧 不开玩笑 我先问一下左力 好吧 还要按你钱呢 不按你钱我就过来 这东西咋说 他说按你钱不那什么呢 谁知道啊反正 我不知道啊 我问一下吧 行行行行 什么誓言在节目里全扯 拜拜 快 我来收名单啊 我来收名单啊 还在犹豫呢 我在犹豫 虽然你从那边收吧 没事 我写好了 可以先说我的 我这轮铁拿领墨 所以我现在就看辅助的那个位置 我现在就拿去 他肯定选你 你为什么不选 先选其他人呢 不下一轮 再下一轮的时候 就是直接拿了 因为后面想好了怎么选 可能我的人员配置也不会太变 因为我可能拿姐姐去打辅助 或者是让姐姐和林默 去做中斧的轮换 好的 如果欣姐被选走 欣姐不可能被选走 因为他们三个中单都满了 队长黄美浩选留恋 什么吵呢 斜三角的锁死 对不起了 我的兄弟们 现在第三轮 四个队伍分别的组队情况是 本轮队长黄美浩想选留恋陆队 留恋选的是他吗 OK 留恋选的就是黄美浩 我们一开始 哲教的战队建立之后 就跟他在私下玩比较多 他就也邀请我要不要 带着 那我当然也很开心了 也挺愿意的 队长周柯宇想选林默陆队 林默选的是他吗 是 他们那些人就是 肯定是老草就商量好了 就别比如我跟周柯宇这样 商量好了 就是他能选我的时候 他不选我 我果断把他威胁删掉 OK 你这个 掌都鼓了 对 选的就是周柯宇 林默 走了 拜拜 祝你成功吧 然后队长佐力想选江潮陆队 江潮选的是他吗 江潮选的是佐力 所以你要不要弄一首江潮呢 他不会这轮他肯定不会嫌我们 他完全不会 他回都没回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我一定要选一个编路 因为没有打野了 我可以打对抗 我的对抗不弱 如果我去打对抗的话 又少射手 所以我当时的想法是 一个是辛仔 我再去选择那个辅助 这样就等于就齐了 那我就选辛仔了 那我就选辛仔了 队长马可想选辛仔陆队 辛仔选的是他吗 不是 辛仔好像选的是佐力 佐力这边因为之前有跟我聊过 就是私下聊 就是想 就是不管什么规则吧 就是咱能不变 咱就尽量不变 就是能选还是选原来队伍这些人 马可福辛伯那一组 这其中有一个位置 可能没有太适合的人 然后想选我来 马可自己就是射手 周克宇那边有周琪打射手 那现在怎么样都是我们的 现在不用担心 现在其实已经空了 马上要进行的是我们最后一轮的选择了 没人选咋办 没人选怎么办 没人选怎么办 真没人选 世界留到最后 辅助的命运 我们辅助的命运就是最后一个被选择 好卑微 想出赛制的这个人 必定被我们打得皮开肉战 看望你的你的蜡叶 不排好狂野 我这一队都是疯子 我发现 世界 你的你的蜡叶 等一下 你再这样我不要你了 快点 你不要我一定要我 选了我了 选了我就接受我吧 对于我目前的实力 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但是对于这支队伍的配置呢 我可以说是五脏俱全 那今天其实场上是有两个队伍 出现了严重的人缘缺失的情况 所以很庆幸这样的局面 没有发生在我的队伍身上 我觉得已经够幸运了 我错了 这么多年的兄弟白交了 开始主要是我们 原来男生真的有意 也就是这样了 开始在那个队 完了之后就说了 说后面就是一个队的 对吧 开始我们不在一个队 对 我也是 没有面试 不要赢一个队 好不好 你看 你在哄我了 赵曹 曹哥 去吧 别生气啊 不生气 不生气 是 这下我们队便最弱了 来两个队伍 来两个辅助位 补打野吧 就张大大 善意准备 他就这样 那只能这样 你看吧 张大大隔壁也会挑的 反正总有一个队就是比较难受 确实是 因为少人了 那个队应该就是我们队了 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 我觉得我们这三个队伍里面 就是整体实力 是最弱的那一个 现在能想的就是 想想该怎么去换位置吧 那就是只能是这样 要不我们五个辅助 自己组一队吧 练练别的舞 我觉得可以 接下来进行第四轮组队 队长按照排名 依次挑选剩下的选手 直至 对五人满园为止 中间不能放弃选择权 选手不能拒绝 那个时候等待 还是内心挺坎特的 因为我是最后一个 被选择的嘛 我故意当时 我就快哭了 就真的超紧张 队长每人每次 只能选一个人 我们不能拒绝 对的 天哪 被排挤是我们的命运 别说了 不是你想拒绝谁啊 全都想拒绝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少了我们几个人 他们这个队伍还能成立吗 应该是我们坐在那 他们站在这 您说的对 我们现在 如果我们只要拒绝 他们就没得玩了 可是您不能拒绝 好 明白了 好的 我们现在是想要找个上单 马可 附近博 韩芸 那你们还缺 打野或者上路 没人 那我怎么可以上单啊 那现在你给我找个打野 那手要得争取大的 所以起码还有你们多个位置 你们等会儿得先把射手拿了 你们等会儿得先把射手拿了 我们先拿辅助 你们辅助拿了马可 都会把你们射手拿了 他不是射手吗 他为啥要抢性财 可能他可以打野啊 比如说他们换一个人去打野 哎 涛哥 这轮选人不能反抗 他们如果把心灾选了咋 队长的排名是 左力和黄密浩并列第一 周科宇和马可并列第五 因为都是并列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现在要 抛硬币 来决定谁来先选人 首先左力和黄密浩先来 随便吧 我们俩无影响 这还是花 我花吧 都行 我们俩无所谓 无所谓 智 好 周科宇和马可 和花 好 他们选花 我们选智 好 智 所以是周科宇第三个选是吧 好 完了 强的很强 确实我们这个弱的就很弱 而且最后挑人 也是按照之前的那个排名嘛 有优先去选择这个权利 对 所以就难受上加难受 黄密浩想 想要选择的对象是 是 赵新杰 赵新杰 我回来了 让我等了好久 左力 那我就 然后 选我们的老队友了 新杰老师 来 大哥表情很惆怅 大哥表情一副 这是我不明白了 兄弟 一副 这是什么意思兄弟 柯宇 柯宇 我选 张柏洋 好 最后就是我们的 马可 马可你想选的队员是 你们四个谁会打对抗路 我就选谁 谁会打对抗路 都不会 随便 你们这边选吧 我退赛 徐毅阳对抗挺强的 人家说不错 直接安排一个内剑过去 那可以 我现在透露 你们替我选吗 真的 给个意见 真的 毅阳上单打了不好吗 毅阳 你不会打上单 你上单不挺厉害的吗 那打野呢 贝贝姐 不会吗 对抗 我只会一个吕布 因为辅助 我觉得你们都可以 但是我们真的现在我们缺的是一个 对抗 其实很明显 剩下四个人 他们都是打游走位 他们在哪一队都 都可以散发很 很闪耀的光芒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着急要游走 因为我们急需缺缺一个上单 上单的位置 嗯 或者是射手 那只能选射手了张大大是不是 不行不行 大大必须来我这 你要不来打射手吧 我去打对抗 你必须来我这 我大大很抢手的 他必须来我这 你别看我 好难啊 好难啊 我不能害人 啊 我不能害人 我很理性讲 我会害到他们队伍 射手是凯瑞威 我所有的思路都是关于辅助 你让我去打射手 我怎么敢 这咋选啊 我们这三个打嘛 有谁愿意跟我们一起去淘汰的 我们咋呢 没事都来我们这儿了 这话就说到这份上了 大大你愿意吗 有一个人又跟我撕定了终身 你快说话啊 谁啊 大大哥在我这儿 佐力啊 对 涛哥 要不我们随着 可以啊 我可以扶住你 我想跟你一起玩 我也想跟你没跑 张大大 张大大 他肯定来我这儿 放心 想让大大跟贝比姐来 我觉得我们在一块 又轻松又好玩 大家都很随意随和 怎么换位置都可以 都不是特别在乎输赢的 所以我就觉得挺舒服的 你必须乱我这儿 哥 没有任何人能抢走你 你们俩都不能走 那我们选张大大 那我选他 兄弟 你不来了 我直接出去这个房间 不再进来了 你听我说他们肯定跟马可说 让马可选我 我要拒绝 我跪下穷马可 我选他 说是 那你在我们前面我们 对的 你由先选择选 你可以先选 我选张大大 好 张大老师 你不过来我是接手 我不录了 我不录了 就很恶心你知道吗 对面一看 张大大选我 我又选他 直接把张大大表选了 我也不爽 对 你就是不想让我阻碌 你就 你就 前面你就别说了 那么犹豫 你就直接选 很累 没有意思 你知道吗 所有人都是我 我要赢 我要为了谁 我为什么选他 为什么我们要怎么样 拿第一拿冠军 有什么用 你拿了冠军 你给观众看到的是什么 我受不了 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人在 我都不会跟他进一个组队 我也不会跟他玩游戏 就是你 你爱谁 谁跟我没关系 因为你跟我置不同道德 大大老师加入了马可队伍 到了 既来之 走安之 嗯 我只能打辅助 不然我打射手 真的会拖累你们 没有 那贝比姐就过去了 那 你别拆散贝比姐 她跟张大大分开 她估计得无聊死 姐姐 你去找张大大吧 我都行 不然我觉得你自己 我都行 一样 一样不行 那就扇一拳 贝比 扇一拳 我扇一拳 嗯 老徐 嗯 我估计你得走了 嗯 我说我估计你得走了 我准备把大大哥跟贝比姐 还有山一春选了 你又不是队长 你选什么 左立的队长是谁 我不管 你没当就是没当 我没当 你再想一 你懂什么 我自有妙算 我最选徐一阳 为什么 一遍 我没有动过 我是觉得 徐一阳确实不是特别好 对于一个团队来说 有进步 不够 其实都选 山一春或者徐一阳都可以 左立 现在你要选择你的 最后一名成员 我们选一阳 对 欢迎归座 最后最后的选择权 依旧是你马可 将在 两位选出你的最后一名成员 其实说实话 我去哪一队都行 我觉得 每个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吧 好难选 你选他吧 交给你 你来选吧 是这样的 如果其他三支队伍都同意的话 我们就邀请依纯和BABY一起加入我们队伍 因为我们并不是很巧 而且我们有三个辅助 我不想让任何人落单 就我不想说在BABY跟山一春当中 还要去选择 你在两个女孩当中做一个选择 你让任何一个剩下的那一位要怎么想 节目录完一个是很开心的 不管输赢都是有收获的 嗯 你要我选的话我二两个我都不选 对 你要选的话我就选两个 可以 好不好 可以 OK 刚刚大德老师的意见 三位队长是否同意 同意 同意 那么 就是说 二位同时加入到了 耶 我们尽力就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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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张大德老师拯救了我和BABY姐 可以让我跟BABY姐一起加入他们那一对 就是非常感谢张大德老师 欢迎我的宝子们 没什么不好的 我们大家庭六个人 多好66666 我们人多是重 我们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Win的首先它是风的意思 它向往的很自由吧 然后跟我们的性格比较像吧 我们大家都是那种像风一样 就是虽然很柔和 但也会有很坚韧的时候 然后Win的又有Win 就是胜利的那种 感觉就是我们就觉得很好 绝对可以 我们队伍真的很强 我对这套队众很有自信 真的很有自信 当时选择叫ACG战队 其实是因为 想要有一个可能和 革命教练有关联的名字 全称是 All Champions Gaming 就是 全部冠军游戏俱乐部 因为我还蛮相信 我们这个队伍 磨合之后 会是一支非常团结的队伍 我们可能就是那个 要挑战魔王格 是 陶哥他就给人一种 很有惊奇神的那种感觉 而且他是 内心是流通火的 既然我当队长 我就会把他勾出来 我们LOVE战队 是一个有爱的战队 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战队 是一个就是一切美好的事物 我们队友之间的爱 我们那个对粉丝的爱 包罗万象的爱 带友就是我们是一个快乐 好的心态的这样的一个队伍 就大家就是放开了去打 就尽量去打就好了 因为毕竟不是一个人的游戏 我相信奇迹 欢迎来到美团王者集结时刻 恭喜大家来到了新的比赛阶段 今天又是受虐的一天 调整好心态吧 现在我们有请全民电竞首席在世主理人 张大鲜入场 大鲜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这个电话要十句 哇 哦哇 哦 哦 哦 哎 大家好 我是全民电竞主理人张大鲜 哦 哇 还挺紧张的 就第一次参加这种真人秀的节目 就是毕竟说 那个这个另一个圈子的人 坐在那里坐很多 我有点慌 特别紧张 但是后来发现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挺可爱的 然后我就感觉还比较自在 我每次紧张的时候 我都想想兄弟们 后来一想 那我背后也这么多人 我慌个锤子 后来就好了 这都本人了 好 谢谢各位鼓掌呢 祝你们排位八把连胜 如果连胜不了私下微信我 好吧 我想我记了个贼斗的事 那年高考的时候 张大千直播间里 然后耍了个弹幕 希望你祝我高考成功 当时算是偶像吧 也是希望能认识他 但是一直也没有认识 然后没想到 还能在战略联盟能遇见他 我感觉 我感觉本人比信头里面要帅一点 说实话 第一次看到一个很精致的大线 我个人认为全民电竞 不仅仅是于推广于电竞运动 它更向人们展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让大家更能切身地感受到电子经济的魅力 从而参与进来 挑战自我实现自我价值 全民电竞 大家都能够参与其中 我觉得很有趣味的事情 还有好多的路要走 好多要学的东西 真的电竞永无止境 这一次我是有备而来 专门从广大的玩家群体里面 挑选了四支不同的队伍 与大家进行切磋 也正好解映一下 大家现在队伍的强度 接下来你们要进行一场比赛 请记住这一次 你们不是再是为个人而战 而是为团队荣誉而战 那是跟谁打 在哪打 接下来有请所有赛 对阵队伍教练 举阵 刺痛 小路 以及酷鞋 哈喽 哈喽 下面有请我们的巅峰赛事小帮手 美团团团 为我们带来 代表四个不同对战群体的信物 团团很可爱 好想捶他脸 你竟然真凶残 我说是小泉泉 你真的是 还以为是大腮帮的 橘子老师帮我们抽取一下信物 信物 应该是谁PK谁的那个名单吧 我觉得应该是 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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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是我的 谢谢 谢谢 这个我自己的 模型 摩托车 是不是代表着四个队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赤兔 我带领的这支队伍是来自各大高校的在校学生 他们都参加过王总耀高校精英杯无锡作严 蜡部队准备迎战吧 高校的反应很快 高校队应该就是很厉害嘛 因为就是很年轻 然后打得都很好 反应很快 所以就很想去试试看 跟高校队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高校精英最大的也比我们小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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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差不多大 好 谢谢四度 我手里的是一副眼镜 这是一副老花镜 不要诧异 没错 我带领的是一支西洋红战队 年龄全部在五十岁以上 可以说他们在这个年龄段所向披靡 而且曾接受过俱乐部的专业培训 当中还有一位做起了电竞主播 实力不容小觑 西洋红战队 我是议员 我也是议员 我们都是议员 我们这组就是西洋红战 对 我跟我们差不多 将要跟这支战队对阵的是 ACD战队 对 哇 我们 太神奇了 我们这的是一个长辈队 你从来没有想象过 跟长辈一起玩王者荣耀 就这样的跨年代感 这真的跨年代感 哇 好期待我们这一组啊 我觉得我们这一组是最特别的 对啊 因为曾经我也教过我爸妈打王者 然后他不知道怎么走位 谢谢 谢谢 谢谢宋仲慧的一个眼镜 谢谢 宋仲慧戴上就赢了 各工种请注意三十分钟后请前往赛场集合 我们今天的目标是拿下这场比赛 完成了 我们今天要面临的这个队伍就是站在你们身后 以及背后的节目组队 请问Wing的队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了 是有点点骄傲的 对我就想说会是谁的PD吗 还是会是谁的 那个跟拍摄像的大哥 对吧 我觉得都有可能 应该是对我们有什么怨气 可能上来之后把我们一顿门打 大家好啊 我是橘子 看到这个小摩托车 想必大家不陌生吧 美团 对对对 没错 我带领的就是美团外卖小哥队 他们不仅送外卖快 在峡谷跑得更快 将要跟外卖小哥队对阵的就是 左力带领的DFG战队 DFG 谢谢 全民电竞美团外卖小哥出击 万能小哥巴弗拉满 送啥都快 赢得也快 王者峡谷使命必达 美团巴弗拉满 实力Carry全场 峡谷征战 人人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 本次水有赛 美团将为每一支高光路人战队 送上梦想好物 助力全民电竞梦 大家加油 我觉得我作为这个 全民电竞主力人 其实我一直觉得 就原来完完全全不接触游戏 不知道什么是电竞的人 通过王者峡谷 是知道了移动电竞 在一个一场游戏中 能跟自己的好朋友社交 能组织一个非常好的团队 一起去获得胜利 能加入到这个进程之中 是一件非常快乐 有意义的事情 水有赛 是我们正式组建团队的 第一次比赛 我说实话 待会儿可能会按着你们打 我那个游戏名字叫吴迪 抓这个卡拉米 好卡拉米 保祸 保祸 那你们来一会儿 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接下来两阵营将迎来首次战队整体淘汰赛 和WIN的战队交手的战队是ACG战队 我已经队打一技了 我就是不怕你们 那我就不会手下留守 BO3的全局BP 今天的第一大场落败的这一方 会迎战到今天的第二大场落败的队伍 最终双败的队伍将面临全队淘汰 打凶一点 直接拉 真的是推股拉手了 五抓一 全身而退 抓得快 感谢他 很好奇 做其后会的没有 直接跟他们打 他们正面少人的 想到了 酷 酷 来来看我 哇 周柯宇 漂亮 好多好工呗 听到黄车 Nice 开车 我的妈呀 我们队起不来都是因为你这个辅助 我没有进步吗 你连出装都不会 每次一说你这什么东西 你就都是灵爱都是对的 我适合去套圈摆摊 听别人 这无庸置疑 你把我大拇指拧下来了 这选拔丢了吧 赶紧爱打一打 赶紧 赶紧 哎呀 别动 都别 别动 准备打仗的没踩过 我想这刀不能播 我们就害你了 我学了 第二个最强烈的 打爆黄小涛 四个全选秀出道的 这是祖师娘 哪一天黄小涛管好自己的体 你稳重一点 我不打 我就那一两个人 你必须要打 上美团 走八八团团季 88元红包天天抢 本节目由美团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一口敬想 纯纯纯纯 纯纯快乐的 纯水乐纯净水 特别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一级节能 五星舒适的万河热水器 高燃赞助播出 全新雅阁满电来袭 战至巅峰 本节目由广气本田 全新雅阁赞助播出 哇 你怎么有这么多皮肤 还有两颗溶涯水晶 这些全都是我在腾讯视频 爱玩游戏中心 什么中心 爱玩游戏中心 哦 爱玩游戏中心 参与活动获得的 而且还有这种道具福利 每天里 啊真的耶 是的 厉害不 厉害厉害 谢谢我告诉你 谢谢哥们 谁是你哥们 哈哈哈哈 我把生命当一场竞技 对手不长进 游戏才够有趣 开局不离 逆风出击 整合博弈 带博弈 季节里 横扫千军 没人可以 将热水潮汐 用高望战役 关着无所畏惧 我的体系 不是寻名 而是宿命 坚定擦亮举心 你转距禁 谁也不能 才醒醒你的火焰 那是热 是爱 是无畏收敛 何才胜过 输赢的争辩 是你不懂的信念 当战故肖下 将勇气上当 让无畏的芳芳 占据你的眼眶 当战客高康 胜败已无妨 那么就去成为 交错希望的光 将前方路照亮 炙热的云光 每周日十二点 训练CD中 看明星选手 赛场外精彩日常 每周一十二点 我的本命英雄 看明星选手 扮演英雄 独家造型 每周五周六十二点 赛事全局看 明星选手比赛完整版 独家放送 每周五周六十二点 第一视角 看明星选手高光操作 听最美语音 来腾讯视频 搜索爱玩 参与活动 领战志巅峰独家勋章 来讨论区表白墙 向他表个白 领取限定勋章 许愿持不定期开启 来许个愿吧 上微博 进入战志巅峰话题页 参与互动 选出你心中的最佳阵容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感谢网易新闻 网易号 网易娱乐 上新浪新闻客户端 搜战志巅峰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知乎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斗鱼 搜战志巅峰 解锁节目惊喜福利 来虎牙 搜战志巅峰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微信游戏视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团在网者 聚在营地 上网者营地 搜战志巅峰 热聊游戏话题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新浪娱乐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